记者林佑陈台南报道,中信兄弟做客统一师队主场系列战,虽然前两战静默,今天却在师队大本营台南创下记录,陈子豪三局上从师子牵手中击出阳春拳雷达,当下帮助球队把比分追到2比4落后,这支拳雷达也是台南球场第1300轰。 中信兄弟陈子豪在三局上击出阳春拳雷达,也是台南球场第1300轰。 记者黄志源社二局下,师队高国庆的本季首轰,是台南球场第1299轰,师队本有机会把记录留在自家队上,苏智杰的左外野方向深院飞球却在墙前遭截杀,台南球场纪念性拳雷达拳雷达, 达成日期。